前方高能 每秒钟10Gbps传输速率 在实践20号卫星上 还应用了西安分院研制的激光终端 将开展我国首次高位卫星 对替相干激光通信技术验证 在相距39000公里远的两个目标之间 以高达10Gbps的传输速率 完成快速的信息传递 相当于在30秒内 下载一部30G大小的高清电影 这一传输速率 以超过国外相关系统传输速率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卫星激光通信 相当于在卫星上安装了一支激光笔 将高速信息调置在激光上 再发射出去 将一大束光打到地面 地面上的光接收机 通过光学天线 接收到光束 转换为电信号 激光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突破 对增强空间信息传输的实时性 安全性 以及未来深空探测 意义重大 10G20卫星激光通信载轨成功验证 将有力支撑下一代高通量通信卫星 通信容量的大幅提升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2021年9月29 , helm永嶼客户端 当然将有力支撑一致 那我们的 virtue那有限 如果üpш 필요的话 有兲ath仙在降 dış 确实乐